外面上这些美类的作品来自《月十家》《秋处雅》 不仅当在那边的市场中心一路的大天来电视 这次电视能够看到月十家二维多十一年来 深刻和精华总共三十几百个作品 等台乡亲相识来评逼 刚开始我事先学习佛画 那佛画因为比较严谨 后来就想说转换心情 然后从2014年开始学习公笔花鸟 从送话去学习那些古人的笔法 但一阵子之后就觉得说 其实我们现代人需要有一些现代笔法 又开始去模拟一些比较现代的画家的笔法 后来就开始自己去创作 那包括说我去地母庙喜欢拍石子 石石子 所以我就把地母庙的石石子拿来表现 然后为了挑战技法就画了一些孔雀 初初也表示因为该习上 初开始是移到辅为和联会为主 后来开始改善后 到处挑战不但空窗顶顶顶更困难的笔法 他这几年这是永远到现代玩手 創作也相信我的观察 石石子它本身其实 它的质感 我很喜欢它的质感 那它的季节感就是表现说这个是冬天 那那个是春天 那个桃花舞春风 那我觉得说用生活去入画更有感觉 在画的时候有感觉 那看的人也会有感动 这次的专门自竟然开始到九月29号 整个专门有丁兴库老师 入门到现在的創作的过程 内容相当的精彩丰富 欢迎其他朋友 百有机会多多尽容参观 南天时分愿意在新鸭菜的方法 到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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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